因为您的永不原谅 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再次请求您放下粉砖 或者是封锁我 我真的真的不想让您不开心 对不起 但麻烦各位尊重我 恳切想在自己的粉砖 好好发文 好好表达 然后振作往前跨足的权利 假设您绝对无法原谅我 6月19影片中的道歉您不接受 也不再乐于了解我 如关印象已经定位 可以再看到这里 可能即将离开本店面前 大声地骂 用各种尖锐讽刺犀利的字句 我应得的 我接受也尊重各位 这阵子对我的指点 但事实上这一个月 我完全没有进入社群新闻平台 除了感到抱歉又羞愧 也怕排伤倒汗 承担不住 但麻烦各位尊重我 恳切想在自己的粉砖 好好发文 好好表达 然后振作往前跨足的权利 因为您的永不原谅 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再次请求您放下本粉砖 或者是封锁我 我真的真的不想让您不开心 对不起 无论被原谅与否 过去一个月给社会的负面影响 与不良题材 打扰翻角的大众情绪 浪费社会资源 特此道歉 我深感自责 这不是黄子焦过往和未来 想带给世界的内容 对不起 由于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除了我 国防多族相关人等 并不完全地清楚明白 部分现场画面 也没有对外透露 因此 无论是以恶传恶 或各种异测 显然在民间奔腾了一阵子 理解 误解 虚解 无解 但如果愿意 请看此事本人的版本 我想预先感谢各种好意 例如提醒我 世间有别人更惨 某些地方贫瘠匮匮乏 你已经够好要知足 等等的既定事实 我绝对都明白 而我一向珍惜拼命赠来的所有 并大方付出分享 也透过公益活动助力发声 传递需求 艰难直输 不是一场比赛 每个人都有不同难题要面对 总之 断章取义 会带来的谬误 延伸阅读 会带来的撞习 都不是我发本文的本意 恳请各位多担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